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时候能够办到这一步 什么时候能拿到绿卡等等 我们这个视频主要讲职业移民的类别 对于亲属移民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视频里面的其他的这些录像 那么职业移民一般来说 比如有EB1杰出人才类别 有NIW还有雇主支持的PURP 那么目前作为总结 一般来说对于EB1杰出人才类别 不管是EB1A还是EB1B 或者跨国公司经理EB1C 从提交140申请到拿到绿卡 一般来说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EB1A要求比较高 EB1B需要有雇主的支持 雇主也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一般来说需要研究性的工作 然后EB1C需要是跨国公司的经理 NIW国家利益豁免 从提交这个I140的申请到拿到绿卡 目前看来根据排期估计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 NIW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批准 如果你想要比较快的批准 又比较容易的能够拿到这个批准 怎么办呢 特略上来说可以考虑先申请NIW 然后如果需要并且符合条件 过后还可以再申请EB1 这个在我们的其他视频 比如关于排期的讨论的视频里面 已经详细的给大家分析过 有一些潜在的申请人说 我想要拿到绿卡 我现在就要 马上就要 希望越快越好 当然大家都有很好的愿望 这个需求 但同时还要考虑到实际条件 这个大家也看到 现在申请人数越来越多 因为美国绿卡的名额 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来自中国 因为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申请人数量很多 所以需要在考虑需求的同时 要考虑自己自身的条件 这个我们有很多批准的 EB1NIW的案例 然后在我们网站上也有 也可以来信索取 然后可以和自身的条件对比 如果是雇主支持的Prom申请 一般来说 比NIW还要长半年左右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有 prevailing wage determination这一步 还有雇主要做广告这一步 这些呢 一般来说 加起来至少要半年的时间 在我们其他的视频里面 我们也讲到了 关于通过Prom来办绿卡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要满足什么要求等等 对于Prom来说呢 如果办到中间 申请人换工作 那么很多时候呢 需要从头办起 有的时候呢 如果办到一半以上了 有可能能够保持优先日期 但是呢 还需要新雇主 重新支持 重新登广告等等 相比之下 如果是自主申请的 NIW或者EB1呢 会灵活一些 当然这个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 要看是否符合条件 有一些申请人会问 这个EB2和EB3 这两个类别 到底哪一个排期 会前进的快一些 我应该选哪一个 这个呢 根据目前来看 因为EB3呢 可以升级到EB2 EB2呢 Prom类别的 也可以降级到EB3 所以呢 如果其中一个排期 领先令一个很长时间 那么自然呢 聪明的中国申请人 他会考虑呢 改换 甚至有的人 从EB2变到EB3 又变回去 或者反过来 像这样的也都有 所以因为考虑到 这种排队转换的问题 所以我们估计 在今后一段时间呢 EB2和EB3的排期 会比较趋同 相对来说 差距不会很大 那么目前看起来 从提交申请 到拿到批准 都要五年左右的时间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申请人的配偶 是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 或者印度以外 那么呢 一般来说 可以避免排期 好 下面我们具体再看一下 这个申请的时间线 第一步呢 是取得申请的优先日期 优先日期 对于EB1和NIW类别来说呢 是你140申请的提交日期 当然你这个申请最终要批准了 才能够提供给你这个优先日期 对于雇主支持的Perm类别呢 是提交ETA9089表的这个时间 此前呢 还要经过PWD步骤和广告步骤 还要另外半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对于EB1和NIW类别呢 从你开始准备到提交申请要多久呢 这个是可以个人掌握的 那么我们估计一般来说 要两到三个月的时间 当然这个呢 需要申请人配合 如果申请人那边没有延误 从我们这边可以为申请人较快的准备好申请材料 那么申请提交以后呢 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批准 用这个Regular Processing I140 NIW呢 不能用PP EB1呢 EB1A和EB1B虽然能够用 但我们也建议申请人 在目前的情况下呢 不要用PP 因为也没有什么额外的benefit 如此前提到 这个你的优先日期 是你爱140申请的提交日期 所以呢 不管是三个月还是八个月批准 批准需要的时间呢 并不影响你拿到绿卡的时间 并不影响你的移民申请的这个进度 那么第二步呢 在这个140批准以后 并且排期到了以后呢 那么申请人如果人在美国 可以提交IS85 调整身份 拿到绿卡 如果人在美国境外呢 那么可以办理移民签证 比如在中国广州领事馆来办理 这个呢 大家还可以参考我们此前 对于排期的具体的说明和预测的相关视频 那么排期到了 不管是提交485还是办移民签证 一般来说呢 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来批准 一个呢 是有背景调查 有这个步骤 另一方面呢 大家知道 现在有两套排期 一个呢 叫filing dates 或者呢 有的人叫表B 对于consular processing 办移民签证的呢 一直可以按照表B 来开始这个绿卡的最后步骤 对于485呢 此前美国移民局 是说要用表A 要final action date 才能交485 最近几个月呢 移民局允许可以按照表B filing date来提交 但是呢 还是要到final action date到了 才能批准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 目前2018年12月 对于EB1 杰出人才类别 出生在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这个排期呢 有两套 如果是优先日期 就是140申请 提交日期 在2017年的10月1号以前 那么你人在美国呢 就可以根据这个I140 来提交你的S85 但是提交以后呢 还需要等到 另一个排期 final action date到了 然后才有可能能够批准 这一个排期呢 目前是对于优先日期 在2016年9月1号以前的人 然后才能够批准 如果排期没有到呢 那你即使面谈以后 也不能够预期 很快拿到你的绿卡 不管是在美国 做I485的面谈 还是在中国广州领事馆 做移民签证的面谈 而另一方面呢 如果你的排期已经到了 然后呢 再做这个interview面谈 就有可能呢 等待时间比较短 就拿到绿卡的批准 比如说呢 我们日前录制了 另外一个视频 是2018年11月 485面谈的亲身经历 陪同一位客户去的 这一位客户呢 最近刚刚告诉我们 他这个面谈过后 不到一个月 485已经得到批准 全家主申请人 配偶和孩子 都已经拿到绿卡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此前 这个排期就已经到了 所以呢 interview以后 拿到绿卡的步骤就比较快 考虑到这个时间线的问题呢 就前面是具体的步骤 大概要多长时间 给大家提供了这个信息 从另一方面呢 在有排期的情况下 对于这样的职业移民申请 不管是EB1 NIW 还是PORM 我们看到呢 绿卡申请 可以解决你将来 拿到美国绿卡的问题 但是呢 因为有排期 有处理时间 我们看到可能你提交以后 还要两年多 到五年 才能拿到绿卡 那么 你还要解决的是 目前 当下 在美国 怎样保持合法身份 怎样在美国合法的生活 工作 学习 这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身在美国 持各种签证 比如说H1B F1 J1 O1 L1 B2 等等签证 然后你要在美国 继续学习生活工作 那么还需要相应的合法身份 怎么做呢 你可以申请身份的转换 或者延期 可以申请工作签证 比如H1B 或者O1签证 这些呢 也可以参见 我们在YouTube频道 和微信公众号的相关视频 了解更多消息 总体来说呢 意思是说 这个排期申请绿卡的时间线 从你开始着手准备 到拿到绿卡 然后还要几年的时间 那你需要做的呢 要有两个 一个呢 是保证你的绿卡申请批准 将来拿到绿卡 另一个呢 是在拿到绿卡以前 保持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比如说一些签证身份 那么这两点呢 都需要注意 可以相应的来安排 自己的事业计划 职业规划 这些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